前怨母嗆带小孩去死 男子毒杀两幼儿在自杀 台中市昨天金船 父亲带一对儿女喝农药自杀 34岁男子吴俊生 疑死和前妻一起争执 前天晚上带着三岁女儿和一岁儿子 开车到台中丰园区丰市路上 这间汽车旅馆 并在汽车旅馆内喝农药自杀 昨天中午被发现时 三人都已死亡 先以奶粉参加农药 然后来喂食他的孩子 然后等他的孩子先弃绝身亡之后 再将农药参加在茶饮料当中 然后自己用 然后来自杀 男子留遗书给前岳母 声称岳母嗆他带小孩去死 换给前妻将念词自由 他做鬼也不会放过他们 死者家属到场认识时 和前亲家发生激烈争执 失去一对儿女的死者前妻 坐在一旁伤心哭泣 吴俊申离婚后要独立抚养一对儿女 一岁儿子又罹患残痘症 警方调查可能因养育问题压力太大 一时想不开才会带儿女走上绝路 动新闻台中报道